由中华民国侨委会和美国在台协会共同主办的华裔移民对美国贡献的特展 继台湾还有洛杉矶等地的巡回展出 广受民众好评 而之后现在也到了纽约华侨的文教中心 要和大纽约地区的海外侨胞们见面了 而且一直展出到14号 彰显华人在美国的杰出贡献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 让我们侨胞能够感受说 其实前人种树后人就成两 让这样的一个历史 让这个世人都能够知道 让侨胞知道 让这些主流社会人士都知道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所有移民在美国都能够在这边扎根 在这边成长 在这边绝脏 战闹的开幕仪式上 包括了纽约市的主机指导 市议员顾雅明都亲自前来观赏 而且以自宣的经历 讲述华裔移民的成功 还有背后的努力过程 强调在美国人人平等 只要自己肯努力 愿意付出 那么成功就在不远处